家屬不滿意 醫院探病規則 找醫院找院長投訴 但護理師們扛住第一線 面臨的確是護病比嚴重不足 二十五歲的小孩在加護病房五年了 但人力吃緊 常常在交接班時 一遇到病人有狀況 還是得留下來幫忙 長期下來搬弄機器跟病人 頸椎跟腰椎常受傷 人力銀行調查護理人員的職場現況 工作滿意度平均只有四十六點七分 其中十年以下資歷的 有八成也認為不及格 其中薪資跟付出不成正比 以及常態性加班 造成身心都疲憊 成了壓倒護理師的最後一根稻草 離職率達十年高點 去年七月離開護理師家的陳小姐 轉職從事餐飲業 其實跟護理師比起來 餐飲業真的其實只是 可能身體上的勞累而已 但護理師是更多心靈上 跟就是頭腦上面的勞累 陳小姐透露當時下班 也得處理行政失誤 長長大夜班表定八點下班 一直到中午才真正離開 還要面對情惱問題 讓他職業沒有加薪一萬以上 不會考慮重返護理職場 目前常見的醫療暴力 包含謾罵 咆哮 肢體衝突 有六成二的護理人員都遇過 有百分之九十二的人 希望可以獲得加薪 希望可以提高薪資福利 那剩下的呢 則是希望可以降低護病比 台灣護病比平均一比十三 登上全球最高 而先前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才說要擴大護理系招生 被炮轟搞錯重點 不是沒人要念 而是念了之後不想當 護理人員們只希望血和環境 被證實比賽讓他們上班 像是做功德 TVB的新聞 陳建銘您一台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